天津市北辰区有一个双口镇 之前我去双口镇的中河头村 做过一期视频 介绍的是革命烈士安幸生的旧居 其实这个双口镇下辖好多村落 比如上次我去的中河头村 还有上河头和下河头 平安庄 还有县河 安光 徐铺 什么前丁庄 后丁庄等等吧 其中这个双口镇的双口村 挺大的 双口村这一个村落 就分为双口一村二村和三村 这个村子的历史呢 也是比较长了 有600多年了 始建于明永乐的三年 也就是1405年 最早是隶属于武清县 直到建国之后 1953年才化给了天津市的北郊区 现在双口村的位置 是在河北工业大学北辰小区的西侧 是被两条路加在中间的 一条是武镜县 一条是金永路 但是据说双口村的旧址 并不在现在村落的位置 而是在我正在走的这条中红古道的河边 在2011年的时候 在这个中红古道的河边 立过两座文宝碑 今天呢 你随着我镜头 咱们一起来看看 前方呢 就是这第一块文宝碑 咱走进来看一下 这是在一棵树的正前方 北辰区 不可移动文物 双口一只 这个是2011年1月2日公布的 据资料里记载 双口村村落的建成 是在明朝的永乐年间 那个只是建村时间 其实这个地方的历史 要比我们想象的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和汉朝时期 在1958年的7月 当时北辰区双口村 在村东北的1000米处 挖河道的时候 曾经发现长达500米的战国 这是汉代的遗址 并且同时出土一个 带有泉州记号的陶罐 这个泉州呢 就是武清古时候的叫法 您看一下 这是另一块文宝牌 北辰区不可移动文物 双口墓群 这个地方呢 是古时候双口墓葬所在地 提到那个陶罐上的泉州二字 我曾经也发过一个视频 介绍过武清的泉州古城遗址 就是在武清区的城上村 那就很好的印证了 在战国时期乃至汉代 双口乃至北辰区的部分地方 都是隶属于当时的泉州的 所以在这里发掘出来 带有泉州二字的陶罐就不足为奇了 下个视频呢 我会到双口村里去拍摄 这个视频跟您简单分享了双口遗址 和双口墓群所在地 天色将晚 咱们下个视频见 这里是双口三村的出入口 出入口这里立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 牌坊后面还有两个仿古的凉亭 双口这个地方最导历时 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在上个视频里我也说了 那会儿的双口是隶属于古泉州 也就是现在的武清 双口村建村的日期是明永乐的三年 也就是1405年 到今年也有617年的历史了 从最初建村到清甚至元年 也就是1644年 都是隶属于武清 直到清雍正的九年 也就是1731年 当时是把这个双口画给了天津县 这之后经历过清朝民国 一直都是隶属于天津县 解放之后直到1953年 当时天津成立金北区 也就是后来的北郊区 是把这个双口就画给了天津市北郊区 到了58年的时月又有变动 把这个双口画给了洪桥区的幸福公社 直到62年再次划归到北郊区 您看一下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房子 是一座清春的老房 您看一下它的顶部 顶部是加了铁皮盖 对于这座房子祈祷一定保护作用吧 这房子年头看上去就不短了 我猜测房龄最少得有六七十年了 墙体上您看一下 岁月的痕迹非常明显 这房子是居民的居住用房 还是有其他用途 咱一会转到它正面去看看啊 这墙体上本来是开有窗户的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红砖给堵死了 好 现在我转了一圈 来到了这条路上 刚刚看到那老房的正面 应该就是从这个门进去 我看了一下大门金锁 并且里面有狗 有一只大狗在里面 我就不靠近了 有了解那座青春老房的情况的朋友 尤其双口的朋友 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沿着这条路往回走 这边越走越热闹 这里应该是双口村的集市所在地 您看看卖什么的都有啊 看上去还是挺繁华的 日用百货 零食小吃 饭店小炒 包括还有酱货水果蔬菜 等等吧 这里是双口的商业一条街 双口从这个公社改成乡是1983年 从这个乡改成镇是1995年 这之后这个镇级区化一直沿用至今 双口村的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 整个村分为三个小村 分别是双口一村 双口二村 还有双口三村 每一个这个小村呢 都有一个村委会 我拍摄的这个视频呢 只走了村里的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线 在这个地方呢 我发现了一座水塔 塔上面的刻字很有年代感 来自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备战备荒 为人民 我这个视频拍摄于1月4号 那会儿天津还没有疫情 愿天津的疫情早日结束 好 这就是天津市北城区的双口村 咱们下个视频见